面對俄羅斯核威脅的快速升級 北約盟國正在加快發展應對措施 美軍已開始積極開展戰術核武器在歐洲國家的部署 並得到北約和盟國的積極配合 10月20日 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 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國防聯席會上說 美國在北約和盟國的全力支持下 已加緊對歐洲的戰術核武器和儲存基地的現代化工作 他透露北約無核成員國的飛行員參與了練習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演習 同一日北約秘書長賢斯·斯托爾·騰貝加 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這個星期北約國防部長會議議程 部長們將就加強集體防武安全組出決定 並為明年6月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組出準備 斯托爾·騰貝加認為北約還應該加強應對俄羅斯核導彈的威脅 俄羅斯、中共和朝鮮等國都擁有核武器 而北約就沒有 這個世界不會更安全 北約要的是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 2018年北約盟國確認俄羅斯開發和部署了中程導彈 這個等於撕毀中度條約條約 從那時起俄羅斯進一步增加了它的導彈庫 並開發高超音速系統 這些導彈對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安全構成了真正的威脅 北約和盟國的防長們將召開核規劃會議 就如何保持北約核威脅力量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進行挫傷 同時繼續致力於軍備控制 斯托爾·騰貝加說 我們不會照搬俄羅斯的行動 但我們將保持強有力的威脅和防禦 斯托爾·騰貝加更表示 北約將採取措施保持聯盟的技術優勢 並評估進一步加強北約威脅和防禦的途徑 還將要商定北約有史以來第一個人工智能戰略 在數據分析、圖像和網絡防禦等領域進行整合 並根據國際法制定安全和負責任的使用原則 斯托爾·騰貝加表示 俄羅斯宣布關閉他駐北約代表團和北約在莫斯科的辦事處 他對此感到遺憾 因此不能促進對話和相互理解 但北約的政策是一貫地保持開放態度 10月18日 莫斯科宣布將暫時關閉他的駐北約事團 並要求北約組織關閉駐莫斯科辦事處 外界視為這是俄羅斯 對北約區駐俄羅斯駐北約布魯塞爾總部使團外交官做出的報復 這個月較早的時候 北約表示 在俄羅斯駐北約布魯塞爾總部使團工作的8名俄羅斯人 是間諜並撤銷了他們常駐資格 北約還將駐莫斯科辦事處的人員從20人減少到10人 自從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以來 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開始變得緊張 大家好 時事軍事粵語和國語兩個版本裏的國語版 已搬到新頻道時事軍事下落山 請收看國語版的朋友盡快訂閱新頻道 在YouTube裏搜尋時事軍事下落山 或者在這條片下方資訊欄裏找到連接 請訂閱後同時開啟小鈴鐺 選擇全部通知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 感謝你 看我 我們等到我們 我們下次見 再次回到我們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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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